嘉义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有我才是你的亲人 你说你回国办庆功宴 怎么不通知妈妈呀 我觉得没有 没有这个必要吧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你这根草啊 是时候该回到妈妈身边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 要跟你在一起 我也更不觉得我是一根草 你还是让我们一家人 好好团圆团圆吧 你们一家人 这在座的哪个跟你有关系啊 只有妈妈跟你 才有血缘关系 你够了 不要再闹了 你是不是看不得我 一天开开心心的 那个什么呀 那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咱们不说这些事了 那个谁啊 陈夕啊 你带着嘉义的妈妈去 出去透透气去快去 我干吗要出去啊 我今天来就是要 替嘉义讨一个公道 我不需要你给我 讨什么公道 好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话了 我拜托你 我还没说完呢 我干吗要出去啊 你能不能碰我干吗呀 嘉义你不管管他们呀 我不 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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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其实爸爸当初 把你赶走的时候 是有特殊原因的 现在什么也不想听 还是吃饭吧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你看 你干吗呢 你们 你们放手啊 在这儿我报警了 不是 那个那个 陈夕跟林嘉义 还是有感情的 你报警什么意思啊 那以后亲戚还做不做了 亲戚 谁跟你们家是亲戚啊 一个快递站的臭小子 想攀上我们家嘉义 太不自量力了吧 怎么能叫不自量力呢 陈夕跟林嘉义 还是出国学习 那也算镀金了 我们家陈夕配林嘉义 绰绰有余 有些人啊 披上龙袍也变不了太子 我告诉你 出身是永远都变不了的 如果您一定要强调出身 我觉得我想跟您 好好掰扯掰扯 若论出身 嘉义小时候 家里边也没那么富裕吧 那时候没准 还没我们老陈家好呢 是 你老陈家好歹 还有一套院子呢 是 现在 他挺好的